原曲是昵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Ronaldo &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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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尊敬的陈汉偷顾问 还有我们沈金花会长 业方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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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以及援致好多國家的各位尊敬這次的所有參議 審判和平略的問儀們 大家早上好 我們這次是第四次主辦的人間佛教青年論壇 這個源自於第四屆以前 我跟師父上有提說 新加坡是一個人文會碎 是一個集群世界精英的一個國家 我們是否可以來申辦這樣的一個青年論壇 師父上的二話不說 好 好 好 就這樣的原因 再加上我們新加坡佛光山 佛光會青年團大力的支持之下 我們終於舉辦了第一世界 那這次的會議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就是針對我們全世界 大家現在所最需要的叫做共識 以及開放 今天我就應用大師在我們這次的現實裏面 如果各位有帶這一本的話 那麼請你們就翻開第十四頁 如果大家如果在這本書中 請開放 請開放 大師心心細滅眾生 所以他提出了兩年一次的一個主題 叫做共識開放 對於共識開放 師父說到很強調這個所謂的共識 讓我想起我們家庭裡面 夫妻孩子之間也要共識 也要開放 我們的工作職場也要共識 也需要開放 我們的團體裡面 也要共識也要開放 甚至於國家也要共識也要開放 這樣子才能進步 那麼這個共識在佛教裡面 大師與他九十高齡 這個蘇家近八十年的 這樣的一個經驗的智慧 他提出了有十項的共識 這十項共識裡面 他要我們去落實 那麼這個落實呢 第一個 對人間佛教一樣的共識 所謂人間佛教要有共識 很多人對人間佛教一知半覺 因為它是好簡單的 好簡單是什麼 好像很平易近人的佛法 沒有錯 這個平易近人 就是要人人都明白佛法 這個佛法走到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青年 每一個兒童 每一個社會的團隊裡面 能夠運用 所謂的有自立自覺的法 那麼這個人間佛教 我們從大師的這個提倡 當然源自於 太心大師 到今天呢 我們可以說 現在到處在播種 什麼時候開花結果 有賴各位在座的每一位 大家一次有一次的論壇 再把人間佛教 來給它傳播 廣發 大家一起來認同有這個共識 我相信 幸福與安樂的日子 就因為大家有這個共識 一定可以到來 還有第二 對不同宗派要非常的尊重 我想大家都很明白 宗派的來源 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背景 我們居住的環境不同 所以有南傳的佛教 有藏傳的文化佛教 甚至有我們漢傳 乃至各區域也有不同 可是這個不同 並不會造成隔閡 而是必須給予尊重 與包容 第三 對於身性的地位 要有共尊與共榮的共識 這一點是大師一直強調 出家中 其實呢 跟再家中的比例 是不成比例的 大概我看至少 如果來真正的以世界人口來說 我看真的是要幾十萬人口 在家中才出一個出家中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怎麼辦呢 所以要仰賴在家中 一起來耕耘我們佛教 佛陀也一再的強調 我們的佛法是不分 都是人人皆有佛性嘛 所以大師一再強調 身性二重 一定要一起來努力 把佛法來發光發熱 第四 佛教界應該 供尊男女平等的主張 我想這個男女平等的主張 是師父一直一直以來 不斷的要鼓勵 彼此要懂得彼此的差異 共我們所謂的同中存義 亦中存同 我們大家都有如來本性 大家都有佛性 不管黑白黃皮膚的 都一樣都有佛性 所以師父也一直在強調 不只眾生有佛性 男女更要有平等 平等人 平等法 所以這一點 我們在人間佛教 是非常非常的著重 尤其師父本身 就是帶領大家 群起不論男重女重 一起來耕耘佛法的 這一個田地 第五 師父更重視青年 所以他對我們這一次 主辦的這個青年論壇 非常非常的認同 我其實這幾天才從中國 江蘇宜新主庭回來 那跟師父報告了說 我們即將在新加坡 馬上就現在的這個論壇 師父點點頭就說 好好好 現在師父的這個情況 就是師父現在 確實因為中風之後 很多時間都是在修養當中 可是對於重要的事情 您跟他報告的時候 他是非常的專注 跟聽進去 尤其聽到青年兩個字 師父就再加了幾個字給我 他說 新馬 這個東南亞很多青年 你要設法培養他們 給他們因緣 所以這句話我也送給你們 大師說 有因緣真的要讓各位 都來人間佛教的舞台 一起來發光 一起來發熱 對於青年 師父是不遺餘力 不論在家 不論出家 都一樣要來學習佛法 來貢獻 來為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 尤其目前所謂地球上 這麼多的紛爭 需要一股清流 這股清流 由仰賴所有一會的大眾 一起來耕耘 一起來努力 一起來發光發熱 第六 對信仰傳承要有共識 我們有一句話說 學佛要從娃娃做起 不是等18歲才來決定 她的終身信仰 應該是小的時候 父母親就有責任 讓她的孩子認識正性的佛教 就好像我們這邊有一個青年 會捐她 你看她是青年團的團長 她的先生也是青年團 現在她的孩子是我們慈愛幼稚園 從小就給她來這樣的一個 姻緣之下 我們應該給她一個掌聲 兩個寶寶都是佛光寶寶 所以我在想 每一個人如果家庭重視這種傳承的話 家庭怎麼會有隔代呢 我們三太同堂絕對不是一個夢想 而是一個落實 那第七 重視文化的共識 不只是重視文化 還有重視體育 重視音樂等等 大師一直鼓勵我們大家 一定要為佛教留下歷史 為青年留下活動 所以先以力勾籤 後令入佛制 師父希望通過 不管是文化藝術 像剛才的文化藝術表演 舞蹈表演 甚至戲劇表演 這些都能夠把佛陀的生命力 佛陀的思想通過各種文化 展現出來 甚至現在大師也鼓勵 踢足球 打籃球 排球 義球 等等 讓青年在活動當中 聚集了好的朋友 好的姻緣 好的思想 甚至寫作班 生活營 等等等等 大師不斷的鼓勵 希望青年 在他成長生命過程當中 有受到好的一些 好朋友的影響 這個思想的影響 未來在社會工作上 他更加的有正能量 再來呢 第八 佛教生理要從事財法布施 所謂的財法布施呢 大師說 不要聚財於人 應該聚法於人 也就是師父常說的 錢要用在對的地方 那才是叫做真正的 能夠了解金錢的意義 所以有人問我們這一次 你們辦這個論壇 好像跟別人的論壇不一樣 我想一想 我說我不了解什麼不一樣 他說你們又包吃 包住 又包來回飛機票 又包獎金 他說好像別的論壇好像沒有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有真正辦過論壇 不過呢 妙目法師呢 他也是一個非常有 有慈悲心的人 他說沒關係 我覺得用錢用在對的方面 我們就應該用出來 所以這次我們召集了一百多位 全世界來的精英 來到這裡發表你們的論文 這是在歷史上 不論是佛教的歷史 不論是你個人的歷史 絕對是寫下歷史 因為你們參加過這個青年論壇 甚至遠自美國 遠自菲律賓 遠自荷蘭 遠自其他歐洲國家的 的教授學者 還這麼樣勞浦奔波的 來到這個地方 給他們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他們 他們昨天給我們做了一個 小小的一個座談 我感動 我非常的感動 他們如此用心要培養 各位優秀青年才俊 他們甚至說 可以follow up三年 讓他們的這個論文 在改了之後 再修了之後 再來做一個整合 再來出版 再寄到全世界 給全世界看到你們的文字 看到你們的思想 我想的這個是非常感動的事情 這個是培養 未來人間佛教的好苗子 謝謝教授們 那第九 宣揚簡明易懂的佛法 要有著力宣揚的共識 很多人 這邊我舉一個幽默的笑話 很多人都喜歡吃泡麵 大家都說泡麵最快最好吃 可是泡麵的成就 不是這麼容易放下去做出來 它的過程是經過多少的賣片 多少的怎麼怎麼樣才出來 很多人說開車很容易 鑰匙插下去一轉動就開 可是這個插下去轉動開的那一下 它背後的萬萬千千的車子的零件 大家可有想過 所以很多人說人間佛教太容易了 人間佛教岂是容易 它是集合了佛陀的兩千六百年來的 所謂的思想 而能夠應食 應地 應人 而做出了一個弘法的方式 人人易懂 人人可懂 而不是形而上理論聽不懂 而讓下面的人只有盲從 他不是 他是人人能夠接受 人人都明白的譬如三好 存好心 說好話 做好事 講起來三好太容易 可是這個三好 其實就是我們的身口一三頁 假使今天我們推出一個業力 我想很多人避而躲之 我不要佛教的什麼業力 但是你說佛教的三好 所有的學校都希望他的學生 有三好的行為 三好的思想 所以我們在這個現今的社會 一定要有現今的語言 現今所需要的 人需要的 佛所說的 人間需要善美的 佛法要進化的這個因緣 推動到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人 所以我們大家 每一位 都是一個使者 行者 要把這個佛陀給我們的法 因此因地 給他傳播出去 第十 讓信徒參加試驗生活的共識 因為今天我們明白這個試驗是開放的 讓在家 出家 一起來耕耘 我們出家是一個領導 在整個生團裡面 可是我們的試驗的很多的活動 畢竟是綿綿密密 天天都要跟人接觸 所以我們有佛光會 以神清花會長來帶領之下 帶領的我們在全國的每一個地方 不論是慈善 不論是修持 不論是文化 或者是教育 都是如實的在推動 也就是說 身性二重等如差別 一起來把人間佛教弘揚出去 所以今天 各位 我們要以大師的這個立足 以宇宙地球為我們的弘法的空間 要全世界的人 不管他是誰 都是我們弘法的對象 不分彼此 尊重包容 要尊重各地的文化 尊重各地的本土的一些因緣 讓我們人間佛教的因緣 傳播到全世界 最後我有一個小小的故事 來總結我今天的一個說話 大家都知道最近師父的眼睛蓋化了 所以他看不清楚 他看到一個黑影 可是我們常看到師父都舉手 都揮手 甚至握手 這個動作 尤其是這幾年來我們常常看到 有一次我就問師父 我請示師父 你知道你跟誰揮手嗎 你跟誰握手 他說我不知道 那我就問他 師父 那你為什麼要揮手 你都看不到嗎 因為都是一個影子 師父說了一句話 讓我非常的慚愧 他說我要結未來緣 這一個揮手 是跟各位結未來緣 這一個握手是結未來緣 我想一個94歲的老人家 他所剩餘的生命 他都如此的珍惜 要跟大家結緣 所以我們每一位在座的教授們 法師們 跟所有今天議會的參與者 我們一定要有這個使命 這個熱忱 把我們得到最好的寶 法寶 佛寶 生寶 這樣的三寶的好處 一定要不能吝嗇的 從我開始 今天新加坡 明天各國把它傳揚出去 這個時代是屬於青年的時代 佛陀也是29歲就出家 我們更應該學習佛陀的這個 青年使命的力量 一起把佛法傳遍到全世界 謝謝各位 謝謝